在20年前 因為我20幾歲就出書了 還好那時候沒有Google 我跟你講 他曾經到那個某週刊去 投書什麼報導之類的 控告我不孝 所以才是我爸來跟我講 就說 我聽到你媽在講電話 她要讓你家破人亡 嗨大家見過的好嗎 歡迎來到理科太太 我們今天歡迎淡如姐 謝謝第一次見到你 最近其實都在讀淡如姐這兩本書 其實是可以連續的一直翻一直翻 然後就突然不小心就把它讀完了 謝謝 但是最讓我訝異的是 看完這兩本書 竟然寫的作者是同的人 一本叫做很柔情的 所有的過去都將以另一種方式歸來 寫的主要是跟祖母之間的關係 然後還有一些很驚人的 等一下我們聊的原生家庭的事情 然後另外一個是 人生實用商學院富有是一種選擇 一個是完全他賺錢的 其實一個就是左腦一個是右腦啊 但是一般很少人有辦法這樣子 要嘛是過去這裡 這個其實跟人生的定義有關 因為我不太排隊 其實我就是只想做我自己 也許在你的年代做你自己已經成為一種口號 但其實我生長年代是不允許做自己的 他老是要你排隊排進某一個職業 然後排進某一種性格 但是我很不愛排隊 所以我跳槽或者是從A跳到B對我而言就是很容易的 常常就是剎那之間的決定 然後努力去做他而已 但是我不太愛就是說一定要排在哪裡 就是說你是個理性你是個暢銷書的財經作家 或你是個文青 我覺得不排隊喔 我寧願當蝙蝙蝙蝙蝙蝙比較自由 就是我既不是鳥也不是獸 這讓我感覺比較開心一點 有一個阿姨跟你說你小的時候在洗頭的時候 然後水跑到眼睛裡面你就又哭又掙扎 然後你媽就打你兩巴掌之後把你的頭壓到水裡面 我那時候看完之後我就這樣 這可以寫嗎 不能寫因為我媽過世了 但這可能是事實 尤其是現在大家對於媽媽的標準又有一層更新的了 其實我們這一代的成長喔 我成長的過程並不算不新 因為當時也並沒有說不能體罰 所以我們其實在學校裡面很多人都是被打大的 我比較沒有 因為成績好就比較不會被打 但是以前的人喔 像我媽生我的時候才22歲耶 你知道我生小孩的時候 是我媽的兩倍的年紀 以前的人不必培養情商啊 他生了孩子只要這孩子活著 他就可以把他帶大了 我後來一直在思考 我的確同年過得很不快樂 那同年不快樂的人 基本上才有能力變成作家 因為你就是有好多東西要說 好多東西要寫也沒有人聽 那我很早就開始在那裡填格子 就寫給自己看 你說我媽那個 她只是局部的一個小行為 沒寫的還很多啦 我必須說我不是在一個很糟的狀況 只是我媽會有一種突然的暴怒 而且他可能跟我爸有什麼過節喔 雖然他們在外面看起來都是 這個幸福美滿啊 可是其實他們中間所有的不滿 事實上是在小孩身上的 是在長女身上 他很年輕 他走入一個家庭又無力掙脫 他們那個年代就是只要說yes之後 就是一輩子 他的很多不滿 還有他自己無法管控的出口 其實就是在我身上就如此而已 因為他其實始終不了解我的性格啦 就說我們雖然 血液裡面留著差不多的DNA或血 但是我們可能在腦袋上 是兩條不同的靈魂 彼此其實是不能夠了解的 當你承認了這個事實之後 陰影對你不算什麼 主要的那個邏輯不能說 你是我媽你就應該了解我 然後因為你不了解我 又對我做種種的這樣的事情 讓我不愉快童年說 我應該記恨你 我年紀大了 我慢慢在思索這個過程 我才知道說 原來你也是因為你發生的事情 無可解決 所以這樣的東西到我身上 你有沒有發現以前的女人是這樣 她其實很討厭身為一個女性被歧視 我們的上一代 但是呢 她卻狹帶著這樣子的東西 在重男輕女 她其實知道我個性是 以我那個年代的女性 我算囂張的 覺得自己可以考很好嘛 對不對 然後我媽她那個年代 她是國小老師 其實國小老師有一些 這個受到時代教育觀念的問題 她就會覺得說 幹嘛這麼囂張 女孩子這麼囂張不好 你幹嘛要什麼事情這麼強 強出頭 嫁不出去啦 她卻腳沒用啦 她一直想打壓我 其實是為了要一種平衡 我一直到50歲 她都好厲害 還企圖來管我 有一次我不知道送給她一個 她很喜歡的東西 她就 很感動的看著我 抓著我的手說 你不用花這麼多錢送我東西 你只要聽我的話就好了 你知道我那時候 整個人是被電到一樣 我說事實上我願意付出很多東西 但是 I'm sorry 我這輩子從來沒有聽我媽的話 可是呢 你到我50歲 你還沒有放棄 在20年前 因為我20幾歲就出書了 還好那時候沒有Google 我跟你講 她曾經到那個某週刊去 投書什麼報導之類的 這個控告我不效 所以才是我爸來跟我講 就說 我聽到你媽在講電話 她要讓你家破人亡 有沒有更震撼 對不對 你看我到現在可以想說 她其實是無知 但其實她想幹嘛 你覺得 她其實想要控制我啊 她想要控制你 她想要用她想要的方式在你身上 得到一些偏扭曲的愛 非常聰明 這跟小孩吵吵有糖吃一樣 那但其實我後來 這些東西我都可以化解 我覺得 其實她只是沒有長大 但是我長大了 我一直在看中國古書的智慧 有四個字叫 書不見清 就是關係疏遠的 不要來去對人家關係很近的 淨殘言 因為到最後倒霉的是你自己 那麼再反過來說 關係親近的人 其實是不應該用公眾的力量來制裁他 因為我跟你講那個鴻溝 一造成就 回不來了 尤其我是學法律的 我很知道一件事情 任何東西只要對簿公堂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 我可以跟你說 回不來回不來 永遠不會回來